那么大多伦多地区昨天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 很多的房屋又都出现了漏水 渗水 积水等等的问题 保险公司就表示说目前全力投入处理各类的理赔案 同时提醒民众有些跟淹水有关的保险项目是属于选择性的项目 如果你之前没有购买就不会获得赔偿 请看杨洁的报道 保险公司表示从昨天开始就接到了很多顾客的理赔申请 大多数都与房屋遭到损害有关 不过多数的房屋漏水 渗水 积水以及污水倒灌等保险选项 其实并不是房屋保险的必选项 昨天倒是没有大风 所以从房顶上受损 然后进来的水不多 更多的是从地下 地下那个污水倒灌 从那个 或者是从basement的门窗漏进来的水 像这些呢 一般都需要是额外再加 要多付一些钱 然后来在保险条款里要加上的 很多客户呢 可能觉得看不到这些风险的时候呢 或者觉得为了想省钱呢 就没有加上 保险经纪表示 遇到紧急情况时 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要尽量降低受损的严重程度 同时也要随时拍照片 保留证据 以便保险公司进行评估 尽量把水啊 把这水害啊 水尽量清空 然后呢 有的家呢 如果这个情况好一点的话 水已经没有了 地面只是潮湿 这样的话呢 你要保持通风 把所有能用的风扇啊 或者是这个通风装置啊 都打开 然后我们让它尽量把湿器往外排 因为呢 这个特别特别怕的就是这夏天 特别怕的就是煤菌 而如果保险公司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延误 客户也可以自行安排维修人员尽快维修 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之后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费用证明 另外 由于责任不同 房东和租客应该都各自有自己的保险 我们现在就发觉就是很多盐物 有的说是甚至说要两三天之内之后才会真正有人来帮你来处理 那这种情况下就尤其要自己就要去处理了 保险公司的原则是说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这是最大的原则 所以呢 客户完全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另外 由于责任不同 房东和租客应该都各自有自己的保险 在购买房屋保险时 还要充分考虑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屋建筑条件 并定期于保险经济评估自己的保单 避免在碰到突发状况时手足无措